哈喽大家好,我是镜片600度 我们打开个报告看一下 充电头断线,我们今天修的最后一根线了 修完就回家了,我不想在这工作室呆了 先剪了,然后套上我准备的新的外壳 好,这个头子处理一下,头子被粉丝焊得 焊得很奇怪,怎么后面焊了这么大的吸点 这是什么意思 把手,插的时候不容易滑 好的,我们去切割一下 好的,我们切好了 切好了,我们上夹具给它夹一下 夹起来 好,我们的鞋银银也没厕所 好,刚刚我们就搞好了 我们把它给捏一下 后面把这个线给压紧 压紧之后不就更牢固 然后烙铁焊一下 焊死 焊死了 焊死之后呢,我们把外壳给穿上 这样给穿上 哎,对了 然后我们来拿一个电流表来试一下行不行 拿一个手机来试一下 可以啊 手机没开机 开机试一下 这个是5W的 其实一暗的电流 刚上一暗可以的 没问题 再反过来试一下 也可以啊,架的门把封装一下 把它封装一下 封装一下 好,我们上点这个盖子 这盖子是把它给上好之后好漂亮 原来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 这样 这样 原来是这样 好 然后外面的话,再用那个 纸巾把多余的残胶给去一下 让上我们的夹具啊 穿进去之后压压盖盖 好 好的,这个胶已经固化了 我拿出来 刚刚这个线从这剪断了 对吧 从这里 现在就已经很漂亮了 下来我们电力表试一下 插上这个电源 我看一下啊,可以了啊 不用测试传输具啊 充电型传输具是肯定可以的 因为这个线是肯定通的 如果不通的话,它是充不了电的 它这个数据啊 它这个5W的图子数据必须要短接才行 好,没问题啊 感谢你的收看,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